樓市確認下跌勢後 越來越多二手盤減價洩漲 廣後跌勢會否加劇 跌勢會否持續 也要視乎移民盤數量有多少 以及加息如何影響樓市 過去強硬的業主市 到今天業主不減價 或者接受較大幅度的議價空間 可能都比較難找到准買家去承接 對於早前高位入市的一批業主來說 今天處境又如何呢 我們馬上盤點十大屋苑之中的摩底物業 看看今天去的新價剩下多少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最高位在2021年8月見到 當時的樓價指數攀升到最高點的191.34 期後會否回落 對照今天的指數 整體樓市差不多回落了一成 而高城數案揭入市的買家 現在有可能已經在負資產的界線盤回 大市跌一成 各邊屋苑跌幅更加深 特別是追破別人的買賣 跌幅更加誇張 我們胡說樓市團隊翻查了十大屋苑之中 赤格最高的物業 並對照去最新的銀行估值 平均跌幅有1成1 跑輸大市 抽出各邊屋苑 除了太古城 嘉湖山莊和影灣園 實質跌幅介乎2至7 之外 跌幅稍為優於大市 其餘七個屋苑 跌幅很誇張 部份甚至已經跌近兩成 用實質銀碼來表達 你會更加感受到入獄的地方 買入價比股價跌一成九 成為十大屋苑摩頂貨是跌幅之最的美夫生村 這個業主在2019年7月以2330萬 買入百老匯加24號高層B室 一個實用1250呎的單位 平均跌幅是18640元 跌幅屬於屋苑的新高 2021年4月 我們曾經幫屋苑做過一次的估值 當時的股價都去到2126萬 但估不到來到今日 它的估值已經由2至重返到1至 最新估值是1881萬 相當於賬面蒸發了449萬 這個銀碼是足以購買一層沙填地一成 江湖山莊的小單位 又或是一炮過買Novo Land 或One Indoval 的入場單位的價格 第二位 康兒花園 都不煌多樣 這個由18年保持至今的赤價新高 來到今日一直未被打破 當時業主要1650萬 買入B座高層一室 一個實用743呎的單位 平均赤價是22207元 在2021年4月 我們都為單位做過一次估值 當時都回落去到1471萬 來到今日 進一步貶值去到1337萬 賬面跌價313萬 以至近期不斷出現 細單位四字有交易的沙填第一成 回帶看看2019年的時候 雷近細位曾經碰住接近7字的新高 當時有業主以680萬 買入是五旗50座高層主義室的單位 它的實用面積只是303呎 圍到每尺高達22442元 在2021年4月 銀行估值還尚且穿得貼到669萬 但來到今日 已經反覆回落到570萬 相當於跌價110萬 成為跌幅之罪的第三位 雖然低息期令業主在承重按揭上高 提高了上環本的比例 但如果你借取九成按揭的話 都可能需要貼錢賣樓 例如沙填第一成的單位為例 即使是業主借取九成按揭 連同岸保上會 在經過3003個月的供款期後 上環本的本金都剩下593萬 如果你賣樓 都需要倒貼23萬才可以熟樓 這幾點都解釋為何在跌市之初 已經有業主蝕讓都要高貨離場 因為稍後如果跌勢加劇的話 物業淪為負資產的話 它的套現能力會受到限制 這一刻還有否守得過 除了主觀因素 例如個人的財務 或急於移民要作大幅度的讓步減價外 如果純粹用客觀的條件來衡量 業主也值得參考是租席是否守得住 都可以側面讓業主衡量 退手放租的吸引力度 以及知道物業實在價值有沒有支持 因為如果連租客真金白銀貨金支持的租席 都同步失手的時候 這點都反映物業價格不被承托 以猜拳物業股價署的數字反映 現在中小型物業的平均租席大概是2來7 究竟首持物業的回報是多少呢 抽出排列跌幅第六和第七位的 例講成同新都城作例子 當時業主買入價分別是924萬和735萬 買入價都比最新的估值回落了1乘2和1乘1 但如果業主選擇放租 以現時市場的租席去計算 分別可以租到15800元和14500元 回報大概是2來1和2來4 如果要追貼大致2來7的目標 假如租席不變的話 樓價分別要去到702萬和644萬 才屬於一個合理的價值 當然上述所指是其中一個因素 還有其他因素都會影響到樓市 請繼續留意胡說樓市和Yahoo財經平台合作的樓市節目 我們下集會講一些影響樓市短期因素 以及業主考慮減價賣樓 究竟要減到多少才為之吸引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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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